Please unveil Ferrari 熟悉的火紅色外型 法拉利今年3月 才在日內瓦亮相的超跑 馬上就在台灣發表 它已經換上了渦輪增壓引擎 也就是說你不用拉到 那麼高的轉速 你就可以獲得很充沛的加速力 比起上一代670匹的馬力 多了100匹 但排氣量卻更小 等於更環保省油 而0到100公里加速 更縮短到3秒 藍馬監獵Huricon 麥拉倫650S 儘管搶先一步亮相 但整體的規格又被法拉利超越 我們有的誓言是 我們會投資在未來 超過250億美元 在研究和發展 各家超跑為了提升性能 也紛紛開始賽車化 像這台限量麥拉倫 性能更強大 還加入碳纖維等等配件 價格也從原先的千萬元左右 一口氣翻倍 突破2000萬 而這樣的做法 法拉利 賓利 寶石捷 也都不斷推出再強化 儘管價格都貴得嚇人 但對富豪來說 獨一無二 無價 冬財 訓言就我們不想 中文報導